本书《开宗明义》指出 共产主义的本质是邪灵 它主要是由恨构成的 这就决定了共产主义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 剥洒仇恨 挑起斗争 在煽动仇恨过程中败坏人类道德 与此同时造成人群的撕裂 共产主义政治力量则趁机夺权 建立极权统治 煽动人们互相斗争 是共产主义夺权的主要手段 共产主义政治的核心是划分人群 然后挑起仇恨 制造矛盾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开篇即写道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把本来不存在阶级对立的地方 硬是分出对立的阶级 然后挑动他们之间的互相斗争 这是共产党夺权的法宝之一 共产主义挑起斗争的主要方式是 片面放大各种各样的因人心败坏 而造成的社会问题 并表明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 不是人的道德问题 而是这个社会体制生病了 生病的原因是存在着某种压迫 人们必须找到这个压迫者 并与之斗争从而解决社会问题 共产主义政治挑动的仇恨斗争 不限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 古巴共产主义头目卡斯特罗 为古巴人指出了人民公敌 富尔亨西奥 巴蒂斯塔 及其支持者的腐败 以及大众之援主的压迫 是一切不公之源 共产主义许诺推翻他们的压迫 就可以建立公平社会 从而挑起了古巴人和古巴人之间的 仇恨斗争 为共产极权铺路 在中国 毛泽东的发明 是向农民许诺分田地 向工人许诺做工厂的主人 向知识分子许诺自由和平民主 让农民和地主 工人和资本家 知识分子和国民政府斗得你死我活 共产党趁乱夺权 在阿尔及利亚 共产主义头目本贝拉发现 挑起宗教争端 民族仇恨是获取共产政权的捷径 因而掀起穆斯林和基督教徒 阿拉伯人和法国人之间的仇杀 本贝拉则由此建立了共产政权 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 国父们以宪法立国 每个公民都效忠于宪法 社会通过家庭 教会 社区 结成了强韧的纽带 因此整个社会的阶级观念相当薄弱 传统阶级斗争的方法难以奏效 于是共产主义邪灵 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 从社会生活各方面来分化人群 比如分化员工和雇主 通过工会扩大员工和雇主之间的矛盾 分化不同族裔 如黑人 穆斯林 亚裔 墨西哥裔等 借民权而鼓动少数族裔和白人之间的斗争 分化不同性别 如鼓动女权运动挑战传统富权 分化不同性取向人群 如同性恋权力运动 即以共产邪灵为其主要背后推手 甚至为强化斗争造出新的性别人群 如库尔 同性恋等的范称等等 分化不同宗教信仰者 如借多元文化主义挑战传统西方文化和历史 分化不同国籍人群 如通过鼓动支持外来非法移民权利 造成外来者和本国人冲突 分化平民和政府执法人员 以自由的名义挑动人群和警察对抗 非法移民和联邦移民执法人员的对抗 州警察和联邦执法人员对抗等等 人群被划分得越来越细碎 造成任何人讲一句话 做一件事都可能不小心惹怒了另一群体 甚至引发一场冲突斗争 把斗争变成社会常态 把仇恨拨洒入每个人的心中 这正是共产主义的险恶用心 分化人群挑起仇恨是同步进行的 列宁早就写道 对哪些反对我们的人 我们应当而且必须通过语言 在大众的心目中 拨洒仇恨反叛和蔑视 共产邪灵在现代西方的政治手段 就是抓住一切机会 通过各种各样形式的社会正义 渲染和煽动仇恨 并使冲突不断地放大升级 1935年美国纽约 哈莱姆黑人区发生骚乱 起因是社区误传一个黑人小孩 偷到商店的东西被打死 美国共产党马上利用这件事情 组织黑人民众进行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 当时在华盛顿DC组织大规模抗议的 美国共产党员伦纳德·派特森 在退出美国共产党之后 披露了自己当年受命组织抗议的经历 1931年的斯考特·伯罗男孩案中 九名黑人男孩被控强奸了两位白人女子 此案引发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的严重对立 美国共产党马上大肆鼓噪黑人抗议 利用此案扮演为黑人主持公道的角色 吸引了一大批的追随者 包括后来成为一左派总统导师的 弗兰克·马歇尔·戴维斯 便是因此而加入共产党的 美国学者保罗·坎哥博士指出 在这场案件中 美国共产党的目的 不仅仅是吸引大批的美国黑人 以及各种自由主义者、进步主义者 和形形色色的社会正义斗士加入共产党 更重要的是借此把美国 丑化成一个不公正的 种族歧视的国家 宣称类似这样的案件遍地都是 只有共产主义和极左派的理想主义 才能够把美国从邪恶和人民 被压迫的病态系统中拯救出来 当代美国的每次大规模社会冲突 骚乱中都少不了共产主义团体 在其中煽风点火 1992年洛杉矶黑人罗德尼金 因酒驾被白人警察抓捕中 遭到殴打的录像 在电视新闻中公布 案件判决后 原本和平的抗议人群正要散去时 突然有人用金属广告牌 砸向一辆过路的汽车 于是抗议迅速升级为一场 大规模的烧砸抢骚乱 洛杉矶县的警长在被问到 共产党党徒在骚乱中的参与时说 毫无疑问 这帮人在其中烧砸抢 骚乱数天后 校园和街上到处是美国共产党 社会主义工人党 进步劳动党 美国共产党等各种 共产主义团体派发的传单 其中一章写道 为金的判决复仇 战士们把枪口调转过来 士兵和工人联合起来 一位洛杉矶警察透露 在判决宣布之前 这些混蛋们就在发传单了 列宁早就只是共产党徒 骚乱抗议 街头斗争 独立的革命队伍 这是大众起义的发展阶段 前文提到的 前美共党员派特森 也披露共产党徒 如何专门受训 按照列宁指示的方法 在冲突中煽风点火 把抗议变成暴力骚乱 最后发展到街头战斗 甚至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 不惜故意制造冲突 今天在西方社会 煽动骚乱暴力的 形形色色的组织 可能自称团结一致 安提法终结父权制 黑人的命也是命 拒绝法西斯主义等等 尽管名称不同 其实都是共产党党徒 或者共产主义的同路人 激进暴力的组织 安提法是由各类 共产主义变种组织 或共产党同路人组成 如无政府主义者 社会主义者 共产主义者 和自由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等等 拒绝法西斯主义 是美国革命共产党主席创立 它实际上是个左派激进组织 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目的是推翻2016年总统选举结果 他们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 在西方社会不断地挑动各种冲突斗争 要想理解他们的真实宗旨 只要看一看1956年国会报告披露的 美国共产党给其成员发出的指示 就一目了然 前线的组织必须持续羞辱 抹黑 贬低批评我们的人 如果反对者太麻烦 给他们贴上法西斯或者纳粹 或者反犹太标签 不断把反对者和臭名昭著的标签联系起来 经过不断地足够重复 这种联系就成为大众心目中的事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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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